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普丁脸真的丢大了 马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 金砖峰会会在俄罗斯登场 而在峰会之前 普丁一定会把入侵的乌军赶出去 结果呢 这个期限一延再延 已经延到了明年2月1号了 普丁逆转战局的最后希望 难道只能重压金正恩了吗 曾经让美国文风色变的 北韩米格神风特工队 准备支援前线 北韩版的死神无人机 也在最近首度曝光 它能搭载北韩版的地狱火 全球就在关注 这一款杀器也会支援俄罗斯 来到俄乌战场吗 会上演无人机的猎杀大战吗 今天的主题是 普丁的美丽与哀愁 美丽与哀愁 这两天普丁的心情很美丽 但是情绪里面充满着无比的哀愁 这么极端啊 为什么这两天心情美丽呢 因为金砖高峰会 在俄罗斯卡山召开 习近平多给他面子 提前到卡山去 而且在会前还跟他举行了 会前的双国高峰会 而且讲出了普丁要听的话 普丁在高峰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们两国新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 好 他就希望习近平你也讲这个吧 结果没讲习近平真的讲 回敬他什么呢 说北京跟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这个世界上稳定的力量 注意 劳不可破 普丁要听这个话 战略伙伴关系 各位 真的握手了 中俄真的吸手了 战略伙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居然里面一起骂美国 怎么骂呢 美国就是制造世界混乱的冷战罢手 好 这就是他的美丽 对 那我问你 他哀愁什么呢 他哀愁三点 第一点 我跟大家讲 这个金专高峰会 古巴总统不来了 塞尔维亚总统不来了 最重要是巴西总统不来了 金专会的四大主角 中 俄 巴西 印度 我们讲金专五国对吧 对 巴西不来 这么多国家总统都不来 还没有 普丁会真是声势浩大 就给他的小老弟哈萨克说 我邀请你入会 你来参加吧 这是莫大的一个光荣跟机会 哈萨克总统说 No way 我不来 我也不入会 我也不参加 为什么不想光 你就知道普丁有多生气了 是 普丁居然为这件事情 自出 制裁 给哈萨克总统说 是 你不来对不对 对 辣椒不卖你了 这个瓜果不卖你了 番茄不卖你了 给脸不要脸 对 居然不卖 制裁 好 第一个 挨愁 第二挨愁这件事情 各位要知道 普丁曾经下了军状令 11月1号要把这个乌军赶出库斯克 马老师第一个在节目当中预告 叫大家等着看 对 为什么10月1号 因为10月2号是中俄建交70周年 要欢庆的庆 对 对不起 11号赶出去没有 没有 没有 就说延10月15号赶走 是 为什么10月15号赶走 为什么 为了金砖高峰会胜利召开 好 10月15号赶走没有 没有 没有 现在说第三道命令下去 我以为是10月31号或11月2月1号 延到明年的2月1号 延到明年2月1号 军令如山 岂能一改再改呢 不是 改还没关系 这代表普丁根本没信息 没把握 在短期之内 把吴京赶 太没门了 要现在呆烂改到明年的2月1号 好 这第二个他的哀愁 第三个哀愁 就是你要先整理出来 普丁所有的威胁 大家都当耳边风 没有人听他认真听 来 我们来讲过 普丁设立第一条红线 说禁止芬兰加入北约 是 芬兰加入北约没有 加入北约了 第二个红线 禁止北约向乌克兰 提供进攻型武器 提供了呀 提供了 哈马斯 第三条红线 乌克兰不得对 克里米亚大条进行轰炸 炸了呀 炸了 第四条红线 禁止乌克兰进攻俄罗斯本土 他都占据了 第五条红线 禁止向乌克兰提供F16 他也升空直勤了呀 对 第六条 不得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 全部都没收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的美丽与哀愁 他这两天美丽的 但是他内心里面 愁得不得了 好 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仇上加仇 抽刀断水 水更流 谁 金小胖 好 各位看 金小胖今天 是出了一大堆照片 不得了 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是金小胖 来 导播一定要看这张照片 看到没有 重要 金小胖这张照片 向全世界讲一件兴趣 讲的是他背后的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大家伙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两家伙是火星18 我告诉你 他去视察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给谁看的 给美国 不是给南韩看的 因为打南韩四十公里 洲际嘛 不用洲际嘛 就打美国 是 故意给大家看 这个火星18 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去年 第一次全世界看到火星18 升空的照片 是 你知道火星升空 在一升空之后 在上面飞了 注意看 飞了 74分钟 创下记录 而且它居然飞到 6000公里的太空 6000公里的太空 马老师描述的高度 大家仔细知道 这个高度往往就意味着 它可以在水平的推移 可以打多远 水平可以打15000公里 那它如果以 30到45度的角度发射的话 从北韩 直接可以打全美国的境内 都逃不掉 这威胁太大了 所以它根本 金正恩今天放这张照片 就是给美国讲 我是可以打到你全境的 是 好 现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美国叫南韩去做的 你们派遣人到乌克兰 去监视北韩军队 北韩军队在乌克兰到底 有没有打仗 是 好 去探一下虚实 北韩说我们没有打 但是北韩的军人 我告诉你 这几个军人完蛋了 居然传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 这个在哪里拍的 这在乌克兰拍的 所以北韩大军已经到了 而且北韩的军人 是 跟俄罗斯的军人合一 是 好 所以此地无垠三百两 那 现在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我觉得这才比较惊恐的 你入军区还好 说北韩的飞行员 现在集体在俄罗斯的海生威 接受飞行训练 拜托 北韩的空军有什么好害怕的 北韩空军是很烂的 你知道吧 但是他接受飞行员 是不是代表说他要 北韩 俄罗斯要给他米格31 跟苏凯35 全世界连美国都很烂 对 我告诉你 北韩的科技现在越来越好 飞机很烂 老飞机新生命 新做法 老飞机怎么新生命 北韩大概有800架老飞机 米格15 17 19 21 对 各位看 金正恩又现 注意看金正恩的新照片 他给两个旅飞行员 对 弄花 是 我考你一下 你认得出来 认不出来 后面这个飞机是什么飞机 我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对 我告诉你 这居然是米格17 老古董 但是金正恩很厉害 他现在居然把这800架的飞机 开始用远端遥控系统装上去 这系统远端遥控系统以后 它就变成无人机了 我可以远端遥控了 是 那这800架就变成800架神风特工队 神风特工队 它要自杀空机 它全部是自杀空机无人机 这就厉害了 是 米格机变神风特工队 那个就厉害了 而且它是自动远端遥控系统的 好 你不要以为北韩空军看不起 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这是1969年4月15号 老美的一架这个侦察机 跑到北韩边边 然后带日本海 抵近侦察 对 侦察 结果这个北韩两架米格21飞来 两枚导弹就把他打了 这么凶啊 我告诉你 结果美方呢 机上31个美军 31个全部死光光 团灭啊 团灭 所以这件事情 但当时美国中文尼克森很没面子 誓言报复 而且那是 你知道尼克森本来警告北韩 我为了报复 我要用核弹打你 后来他一时冲动 被美国他们压下来 没有用核弹打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北韩飞机烂 让他新作法 新作风 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大选最后倒数的时刻 出大事了 而且居然是由台积电点燃这根引信 全世界都在问 华为被制裁长达五年 怎么还能做出AI产品 如今真相大白 台积电主动向美国提出报告 他们说 中国可能违反了管制禁令 用转手或代理的方式 对台积电下单 来拿到相关的AI晶片 这下美国力道打下去会不会更重 如果是川普当选 中国岂不更挖的蛋吗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美国的总统大选 进入最后的几个礼拜的时间点 那目前为止来说 全世界都在关心 尤其中国非常关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川普当选来说 他对中国恫恶成这个样子 中国当然是非常担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他们两个的民调 那如果以经济学员来说的话 他就说了 这个他们的调查里面来说的话 川普的当选距离已经来到54% 那是在整个8月以来 第一次超车这个贺锦丽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后市在往上扬升之中 那不是只有经济学员这样说 连路透社他也说 贺锦丽目前46% 然后这个川普43% 虽然说贺锦丽领先 但是可以看出来一个趋势是 贺锦丽的这个民调是在往下 然后川普的民调是在往上 大部分的民调 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 那我们就讲嘛 斯统大选目前为止 进入一个短兵相解的局面来说的话 但是贺锦丽他准备要怎么做 他准备要提出一个最终的 这个险胜计划 那险胜计划是什么呢 他们准备要在这一段时间 强打说你川普 你是这个偏离正轨 你让美国离开了这个正轨 然后要把贺锦丽视为 是改革的这个推动者 那可能会是决定 这一次大选最后结果的 一个重大的这个变数 好 我们要看到变数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摇摆州 今天我们摇摆州 不只有七大摇摆州 还要往里面看 三个州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一次总统大选来说 其实决定就是几个摇摆州 比如说像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这个宾州 还有北卡州 还有乔治亚州 这几个州里面来讲的话 目前为止大致是这样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地带 就是比较南边的 这个叫做所谓阳光带 阳光州 那比较北的就是铁锈带的这个状况 或是蓝墙的几个州 那尤其是对贺锦丽来讲的话 阳光带目前为止 他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蓝墙区他一定要赢 那蓝墙区来 大概目前为止有三个州 一个是威斯康辛州 一个是密西根州 一个是宾州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三州大部分都是属于蓝色 也就是民主党的 那事实上在第一次被翻转 是什么时候 是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的川普翻转 赢过希拉蕊 就是他把这三个州都拿下来 那后来呢 2020年他输给拜登 就是这三个州 又被拜登拿回去了嘛 所以今年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讲 这蓝墙三州 他绝对要拿下来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可能在这三州 一直不断地跑 很多人会觉得 你从贺锦丽的一个出身 他是混血的这个背景 有色的人种 应该有利于他这里的选民 可是事实上刚好相反 这会是多大的警讯 而决战最摇摆的七大摇摆州 两个 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肤色 第二个是海外的侨民 怎么抢选票 对 没错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个是目前为止的关键是 第一个关键是海外的移民 为什么 海外的选民来说 美国是可以邮寄投票 就是不在籍通讯投票 那不在籍通讯投票来说 你知道高达 全美国高达900万人 那900万人里面来说 七大摇摆州合计 有160万人 就这样你知道吗 摇摆州可能一周的胜负都在几万之间 这160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于是民主党就说 那我们今年特别提出一个经费说 协助你海外投票 30万美金的这个经费 协助他们海外部 然后鼓励这个海外的这个民主党人投票 那为什么民主党做这件事呢 因为根据统计 海外选民里面来说 大概70%以上是民主党员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这样搞 希望他们能提高这个投票率 不过川普他也看到这一点 他也认为说 不见得一定是民主党的 我也可以争取看看 他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海外居住的美国人 他常常会被双头磕税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看住在台湾 我们是不是台湾要磕税 美国要追税 所以就是这种选民 他说我上任之后 我可以结束你们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税率呢 是从1860年来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美国政府磕了这样的税 之后呢 他是无论在外国的人 你外国政府磕我也要磕 那所以呢 目前为止 他说他要解决这件事 那会不会让这个海外 旅居海外的美国人就说 那你给我利多 我就盖你一票的这个状况 所以第一个是海外选民 民主跟共和党 两党都兵家必争 另外第二个是少数族群 特别是在美国 中南部的中西部的 很多的那个拉丁裔 拉丁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拉丁裔问题是 拉丁裔这几年对民主党 越来越不利 为什么越来越不利 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希拉蕊的时候 拉丁裔的支持率大概68 然后这个在这个 拜登上次选的时候是62 可是这一次对希拉蕊 对这个贺锦丽来说 挺民主党的只有掉到56% 那尤其是川普的民调 是节节上扬 从28到36到37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拉丁裔是住在比较 算是墨西哥跟美国边境那一带 那特别是说包括说亚利桑那州 那有25%是拉丁裔 那内华达州20% 那巧兹亚州30% 所以对于说 这个川普是有利的一个局面 就在这个地方 那尤其是川普他也知道啊 川普他除了这个 争取这个拉丁裔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不是中东战火吗 以色列跟这个中东 跟阿拉伯裔不是打起来吗 结果这时候川普来 他除了坚定挺在以色列这一边之外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如果贺锦丽来获得四年任期的话 中东四十年会陷入战火啊 所以他这样一讲 他打 他就是摇拨恐惧牌 对 他把他打造成 我是能够调停以色列跟阿拉伯人的这个状况 所以以色列人支持我 阿拉伯人你也要支持我 那反观 我觉得贺锦丽在这一题的确失分 因为他左右摇摆一下一下这样 反而两边都会得罪 那结果没想到 真的就是这样 你看阿拉伯新闻的民调是 川普四十五% 领先贺锦丽的四十三% 那阿拉伯的这个美国研究所的民调是 川普四十二 领先贺锦丽的四十一 所以告诉你说 其实少数族群这一次 反而目前为止 对于川普是比较偏向 逐渐有利的一个局面 下结论 现在的川普声势大好 如果最后真的是票开出来 是他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谁该紧张 会是习近平吗 居然今天出大事 而点燃这个隐姓的 还是台积电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中国真的非常担心 川普会当选 为什么 因为川普这几天 他开始棒打中国 他这几天在美国的这个制造 这个制造级的中心的时候 他讲什么 他说因为有糟糕的北美协定 然后这个制造业就被中国接管 那因为我们签了最糟的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就说 我签了就是我们跟墨西哥 跟加拿大的新的这个协定 所以他觉得他很好 而且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做火箭 我打电话给伊隆马斯克 我们现在可以做火箭 我们可以做那么好的东西 中国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那就是我的功劳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 他在商人 他这样讲的话是 他商人准备会对中国 寄出更强的科技的控制 还有这个关税的这个棒子 看起来是会这样做的 好那尤其是 他怎么应对这个习近平 虽然说 他这几天有说 我当选的时候第一个电话会打给习近平 可是问题是 他对习近平来说话 他这个华尔街日报 刚好有这个记者采访他 然后揭露了说 他怎么去跟这些大国来做外交 他那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结论是这样 他说我们先交往前 就是丑话先说尽 就先给你画下去 给你打就对了 那你等下怎么打呢 我们先给他讲一个故事 这个习近平 这个在川普上任之后 第一次去见他是在海湖庄园 那海湖庄园的时候是当时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像你知道川普说什么 川普就说那天来见面的时候 一开始都气氛非常好 就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那天 美国发射了58枚的战斧飞弹 攻击这个叙利亚 虽然在吃甜点的时候 这个川普就跟这个习近平说了这件事 说我们现在要去处理事情 我们发了58枚的这个飞弹打到叙利亚去 不过跟你们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能要离开了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结果 吃下去都快吐出来了 对 因为他不确定习近平听得懂 那习近平就说你再说一次 那后来说一次之后 他好像就懂了 然后川普的形容是 习近平一开始很生气的样子 但是马上又恢复成扑克脸 然后就OKOKOK这样 然后又说他是个很酷的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当众给你生命 不然你给你害怕 那义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如果 那记者就要问他说 那假设呢 这个中国会打台湾的时候 那你又怎么办 他说他绝对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知道我是一个crazy 那个crazy之前 还有一个f fxxcrazy 所以你知道他讲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他的态度 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中国的确要害怕 他真的有可能会 fxxcrazy的对付中国也说不定 都不要忘记了 2019年开始 进行的科技的封锁跟制裁 就是从川普开始发动的 而华为狙杀五年下来 华为是如何受到了 重挫跟影响 他们认了 真的影响很大 对 没错 甚至华为目前为止 你看他其实还算蛮强大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 从2020年开始这样 对他狂杀 2019 2020 现在华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真的必须这样说 那譬如说在今年的 这个10月15号的时候 华为的这个常务董事 余成东就说 我们曾经把手机市场 分额做到世界第一 那两个季度就被干掉 为什么 因为从2019年开始 这个就被美国打压下来 那是没有打压的话 华为搞不好 现在还是遥遥领先的 真的遥遥领先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在手机这一块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这几天有个消息 我们台湾的人都很担心 因为前几天就有传言说 美国商务部在调查台积电 说有非法攻击 这个可谓华为晶片这件事情 那路同时他也报道出来 他说台积电在数个礼拜前 已经跟美国商务部报告了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是有人拿了这个 华为升腾910B的这个处理器 他这个是对标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灰打的H100的晶片 那跟他差不多共用 然后他拿了这个升腾910B 去拆了之后 发现他们说 里面有用台积电相关的技术 等等 他不是台积电的这种 先进制程的7奈米 甚至更先进的 对 老老早就对你封锁好几年了 对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升腾910B 是用台积电的7奈米 那7奈米现在最新 现在最先进的是台积电的3奈米 这个7奈米 大概要揭幕是2019年的时候 才开始有的技术 那这个时候 所以就有两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2019年的时候 当时他下单给台积电 用7奈米的自成 做的升腾910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从2020年的9月中 才开始不能向华为出货 也就是说 从2019年 这个川普开始打 这个华为之前 他到2020年之前 他有一年的缓冲期 在那一年的缓冲期之后 这个华为拼命的下单过去 囤货囤货囤货 所以现在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当时的囤货 那你把它拿出来卖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第二个可能性是 你可能想了很多办法 偷拐抢骗的方法 来拿到这个相关的技术 但是跟台积电无关 台积电已经说 我们绝对没有攻击 它相关的这个技术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偷拐抢骗骗 对 有这个机会拐掉台积电的7奈米吗 对 我们讲 偷拐抢骗骗 可能没办法拐掉台积电的7奈米 但是它有一个方法是 它可能会拿到部分的原件 也就是说我通过什么方法 通过跟美国下单 美国某些厂商下单之后 我再辗转过去 或是中国厂商 某些厂商下单之后 辗转过去 某些单元的这个零组件 或许 因为我们知道一颗晶片里面 一颗晶片里面来说 以这个所谓升腾系列 它有所谓的CPU 还有GPU 还有HBM等等很多 还有什么电源关系 就是一大堆组成一个晶片 所以它有可能是 如果是真的 整颗晶片是台积电 那是在2019年做 但是如果是有部分的原件 是在台积电做的话 那就表示 有人透过这种 非法的管道取得台积电 那不论如何 这个重点是 台积电绝对没有涉及在这其中 这是大家可以放心的一个状况 好 观众朋友 设想一个情境 如果真的是川普当选的话 中国的经济 经得起更大力道 来自于美国的制裁吗 我们就观察房市车市 是最直接的指标 一定会问 之前中国政府不是出台了 很多的白名单等等的 房地产救市的措施 都救不起来吗 事实上现在大家在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 像川普跟贺锦丽 谁会胜出 那你知道川普 他都自信满满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我跟你讲 如果川普真的出现 有一个人可能要紧张 那个人叫做习近平 因为之前川普 他就参加一个 宾州的援州论坛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我上任之后 第一个事情 我第一通电话 要打给习近平 很多人就觉得说 天哪 你要谈中美关系吗 是不是双方 有和缓的趋势 他说没有 不好意思 我打给习近平 是要求他要兑现诺言 对 你都已经卸任四年了 这是哪来的诺言 因为当时美国 曾经跟中国 在进行这个贸易 相关谈判的时候 中国大陆承诺说 会花500亿美金 跟美国去买 所谓的美国农产品 天哪 所以那一张支票 他还记得准备要兑现的 不是准备兑现 是因为他觉得 你都没有做到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其实 他是一个ING 他是现在进行市 但是他发现到说 中国大陆根本没买这么多 你知道 好我举个例子 事实上以2023年 到2024年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整体的比例 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 他已经下跌了63% 那所以代表是 你9月份才这个数字 那代表是你根本 你前面的63% 你怎么不会 那你更何况是 所谓的这个500亿美金 的这个状态 但是你要知道 过去对川普承诺 要购买的这个500亿的 美国农产品的时候的 那个中国 底气还是很够的 五年之后 历经了疫情风控 又历经了整个开放之后 中国的落队 他的底气 马步还站得稳吗 这当然是因为 站不稳的关系 所以他才减少购买 那这个最大量 其实来自于 他的需求放缓的 这样一个情形 你知道像北京 主要餐饮企业 上半年的净利 现在居然暴跌了 88% 那代表是吃的东西 其实对他来讲 我能够简单吃就好 我不一定要到外面 餐饮业去做 最举个最著名的例子 像他有一个连锁品牌 叫做老干杯 那原先你知道 他在中国大陆 在走这个接单价 或什么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消费选择 结果没有想到 他现在开始宣布说 他要调降客单价 10%到20%左右 那不是只有打折 他就完全全面单品 这样向价 而且你知道 他不只是 把他这个销售的这个部分 这个价格往下调降 他在上半年的时候 已经关掉了 在中国的七家分店 预计在下半年的时候 还要再关四家 所以现在的氛围 就是先跑先赢就对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老干杯是一个例子 那像八番云集 对台湾人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品牌 那专门卖这个什么 锅贴水饺这个 你知道吗 他们全盛时期 在中国大陆开了 将近100家的这个门市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在疫情之后 发现到说 好像这个整个营业额 部分会受到 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他那两年前的时候 就开始启动停损机制 现在干嘛 你知道 全面撤出中国 要转战美国 而且不只是这样 包含到王品集团 王品在中国 过去六年的时间里面 也关闭了将近70家 左右的这个店 那这种餐饮上面的 这种所谓的 这个大量的萎缩 当然会冲击到习近平 我怎么兑现 那个给你买500亿的承诺呢 所以我们讲说 民以实为天 天要黑一半了吗 十一柱行 我们再来看到行 现在在中国 车市是一个 非常重要观察的指标 不只是进口车 连国产车通杀 那我们就先来看 进口车的部分 事实上的进口车 有一些豪华品牌 老实讲 那个对一些高端客来说 他会觉得说 我非品牌不要嘛 对不对 但现在你看到 在中国 宾市跟B&W 都已经发布 所谓的盈利预警 你光是看宾市的部分 他在Q3的时候 中国交付量 已经下跌了13% 那这个在B&W的部分 这个Q3的部分 在中国的交付量 就是交车量 他也下滑了 将近30%左右 那甚至包含到保时捷 你看他Q3 中国销售也年减19% 前9月的销售 也年减29% 这个你后面要追 都追不回来 那你看像马萨拉蒂 当时被认为 高端中的高端的 这种品牌 对 今年前八个月 中国市场销售 也年减74% 基本上就是一个 元气荡然无存 所以看到这几个品牌 就知道 高端的消费 那比较清明 比较平价的 还能维持购买的动能吗 当然对这种欧洲品牌来讲 他现在寄出来 就说不然我就降价 所以前一阵子 大家发现到 那售价跌得很低 可是你以为说 那是不是因为中国的 他的这个 所谓的自产的汽车 冲击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进口的车的这个销量 其实没有 你光看这一个 他这个事实上 就有人爆料讲说 中国有个自主品牌 叫挪炸汽车 他成立已经十年了 他说现在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而且还说什么 欠工艺商很多很多钱 劝大家 买这个车的时候要慎重 今天为什么你特别挑 挪炸汽车来讲 挪炸汽车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 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他在2022年的时候 事实上他车市的销量冠军 你知道吗 他总共销售了15.2万辆的车 当时的年增是118% 那应该是非常抢手 大家追捧的车子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 可能看到 他的车子外形也好 他的内装也好 感觉上好像有集合了 这个欧洲风 美国风 集袭大成应该卖得不错 但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二月的时候 就遭到人家爆料说 他其实年终奖金跟工资 都已经没有发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这一次 不是被指引讲说 你这个发不出薪资的时候 那你知道挪炸汽车的讲法是说 没有啦 其实我们正常薪资都有发 但有一些员工是干嘛 你知道 因为我们在做结构性的 这个组织调整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状况 还需要再厘清一下 但问题是 真实的状况是 他今年前9月 他只有销售8万多辆的这个车子 这个等于销轰特非常有感 你看 2022年还有超过15万辆 即便是今年 只有前9个月 你也只有9万辆不到 所以你等笔去给他换算下去 全年你就很明显的一个下跌了 而且重点是他的年目标是30万辆 那你30万辆到现在为止 你才卖不到9万辆 你一半都不够呢 不够啊 所以你后面这个两三个月 你怎么补回来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母集团 他的母集团之前也都受到人家这个 也拿到政府的这个补贴或干嘛的 那问题是你的补贴跟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挪炸汽车来讲 现在看起来也做了一个切割啊 中国经济会不会找到拐点 进而逆转胜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火车头 不动产 房产 房市产业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他们出台了非常多 包含了白名单 尽量让你贷到款 让你不会倒 让你把房子都能去化掉 有用吗 你知道在2008年 那时候不是经遇到这个金融海啸危机吗 中国大陆当时寄出了一个刺激方案 他们投入四兆的这个人民币 但是现在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叫余永定 他就讲说四兆人民币现在已经不够了 如果拿到当下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量体 跟2008年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看 他的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 叫做刘尚熙 他就说 如果你今天要再用这个所谓的刺激方案 下去投入这个经费的话 肯定要超过所谓的当年的四兆 他说很有可能要超过十兆 那十兆对中国大陆现在来讲 那是多大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 你跟我看 IMF在最近往下调降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2024的经济成长 他预测到4.8%左右 但你知道吗 也在7月的时候 也不过就三个月前 他们那时候给预估的时候 他的经济成长是到5% 5%应该是低标了吧 你不要小看这0.2% 这0.2%代表的是 你很有可能 你整体的经济的部分 是完全没有在往上攀升的机会 你刚刚提到车市 对不对 房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现在中国大陆 整体的房地产的低迷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被认为说 导致你的整个的经济成长 再往下跌的一个情形 你看厦门大学教授叫做赵燕青 他就讲说房地产不涨 其他都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房地产基本上你要做建设 你建设就有很多内需的东西 你就会进来 对不对 而且如果有人买卖的话 他就会刺激跟活络当地的消费 但问题是你光看一线城市 因为你讲二三线 很多人觉得说他发展就不是那样子 我们讲一线 你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 他的新建房跟二手房的部分 新建房的这个所谓的房价 跟二手房的房价 通通在面临到下跌的情况 唯一的一个火苗只有在上海 其他的就连上海的二手房 全部都一路往下掉 那基本上新建房应该会带动二手房 因为我这个地方新房价上海之后 如果往上涨 二手房基本上也会往下 他却出现这样一个落差 而且你知道吗 中国有70个城市 他的房价大跌 已经他的跌幅 创下九年来最高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谈谈上海 上海其实大家最好奇 他是富到流油的一个所在 如果连上海买气都小红 那其他你都可以跳过了 上海的最有钱的人 买气还畅旺吗 当然现在对于上海来讲 他还是会有维持高单价的一个产品 但是原本的高单价 现在也面临到 变成低单价的一个情况 你知道吗 像中国有一个财经的网 叫做大V级 他在这个大V级青柯末 他就讲说 在绿城黄埔湾这个地方 有一个一号楼 原本的这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挂牌是在 原本挂牌是1.08亿左右 结果现在跟你改挂牌多少 改挂牌6800万人民币 从上亿变成6800万 好歹减了三四千万人民币 当然了 他这个卖的人 他是讲说我不缺钱 我不是说为了我这个缺钱 赶快把它卖掉套利 他说不是 但是我看坏房市 所以我干脆在这个地方 先设一个停损点 这不就是一个多 瞎多的效果就出来了吗 你知道吗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绿城黄埔湾这个地方 对 他之前曾经有一个 所谓的江景房 就是他可以看到 黄埔江的这个房子 他那时候挂牌是1.28亿 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一度谣传 是什么吴亦凡的房子 但是因为他那个登记人 不是登记吴亦凡 所以后来这个新闻不了了之 你知道 但问题是 他本来是1.28亿要出售的时候 最后是用1.15亿卖 我们讨论的这个单位 都是人民币 对 都是亿 而且是亿为单位 那你知道吗 在当时你要买这一套房子的时候 你知道多要求严格 你知道 他不是你走进去说 我要看房就看房 对不起 你要看房之间 我先看一个东西 你要先验资 我看你口袋多深 你要有5000到8000万人民币 你要扛着什么行李箱 还是弄个车子 再现金去看吗 这小白哦 你现在没有叫车来给我载过去 没人来买啊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原先卖1亿多的房子 现在挂牌6800万 是不是代表这种被看衰的情况 也是非常严重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大陆很担心 赫钢房价的这个东西 会一直往外蔓延 什么叫赫钢房价 事实上是原先在黑龙江 这个地方有个叫赫钢 那原先一大堆人在那边看好 他没矿业的时候 所以大量的劳工进去 那个地方说有人就有财气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我可以大量的盖房子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没矿业 没有了 人都迁出去了 现在那个地方跟个鬼城一样 就很多地方空空的 没有什么人住 那你现在大家很担心讲说 有没有可能真实会蔓延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地方 你看张家口市 这个地方距离北京 大概100公里左右 老实讲对大陆地区型的国家来讲 100公里不算远 但你知道吗 你那边要买两房一厅 大概只要花6万块人民币 就可以买得到 30万台币而已 对啊 他就只有这样子 他就可以买得到这个状况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价钱这样不断地往下跌下 你说他的经济成长率 能够往上升到什么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经济学者 会担忧的原因 绿能前线供电吃紧 谁在后方紧吃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居然抓到了 请邀气嘎饼的这一只 寄生在国营事业的最大只的老鼠 抬眼转投资的绿能 陈菊的人马 前董事长陈启玉 已经遭到生压 他干了什么坏事 居然在下游包商 安插自己的人马 再以违约为由 由绿能公司给付赔偿金 结果根本是左手转右手 都攥进了私人的口袋 还没完 他的无轨搬运手法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是啊 报信我跟所有观众 现在我们台湾进入 41天的非核家园 那进入41天非核家园 大家很好奇 是我们电力到底不会吃紧 那我们现在来盘点一下 全台湾绿电最多的城市在哪里 台南 在台南市 所以那台南到底 有没有缺电相对 大家很关心 我们知道台南现在 很多南科的科技产业也很多 那如果台南缺电话 对这些厂商来说 事关重大 所以你看今天 黄伟哲在这个议会的时候 被执讯的时候 他就被问到说 台南是不是现在有缺电的疑虑 会不会有缺电疑虑 他说他对台南说 他不会敢说 我们不缺电 人家之一 他还是有担心台南 可能会缺电的情形 他还说 因为台南的用电的自给率 即便绿电这么多 绿电大限 但是绿电大事 但是他们的自给率 只有25% 而且他们很多的电 是来自于台中 来自于高雄的支援 所以下面台南会不会确定 连黄伟哲都没有信心呢 那问题是 绿电 大家说绿电最多就在台南市 那过去我们绿电 这么多在台南市 到底为什么现在还造成 像台南市这样的情形 今天要追到点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台湾 其实我刚刚讲到 因为AI的发展 包括产业的发展 其实用电量也大增 那用电量大增 代表某方面说 我们景气也慢慢 也变得不错 这个是台湾电力的景气灯号 已经连五个月 已经亮出了黄红灯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正在扬声当中 景气扬声当中 代表很好 你看跟去年相较 我们也成长了0.87% 所以啊 接单畅旺 用电需求增加 问题是 绿电你跟不上 前线供电吃井 谁在后方井吃 结果既然 请腰气咖喉地 抓到史上 最大的一只老鼠了 是 现在终于抓到了 光电蟑螂 你知道吗 这个被抓到的是什么 是台南检调昨天兵分三十二路 搜索了台盐绿能公司 那这个包括了这个台绿 就是台盐绿能公司的 前董事长陈启玉 跟前总经理苏昆黄 通通都被深压境界 那我们知道 陈启玉这个人 应该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他其实政治手腕非常灵活 别人会说 他曾经当过高雄的议员 当过立委 甚至当时 陈局当市长的时候 他被延染当高雄市的副市长 你就知道他人脉有多深 那2016年之后 蔡政府上任之后 他急要推这个能源转型 希望能够发展绿能 那陈启玉当时就进到了台盐 去当董事长 而且还另外成立了 台盐绿能公司 哇 现在就是这间公司 出了问题 那我就问你 所以他配合国家政策 而且跟正苗绿 他是局解的人马 政治正确 而且配合政府做事 为什么他会被针对 为什么这一次司法的大刀 挥向这个皇家陆战队呢 是啊 如果你当时支持能源转型政的时候 你扮演这个绿能极限风 也OK 但问题现在被抓住说 你是不是左进右出 无鬼搬运 你知道吗 他看见了什么坏事 是这个陈启玉 当时不顾经济部的反对 他引进了四大民股 进入到台绿公司 那其中包括像是 红辉国际 或是晨阳光电 等等的公司 其实他的儿子也在 红辉国际里面任职 他儿子打着他老爸 这个台币的招牌 在外收地 还收这个土地费 来收进他的口袋 甚至这些的厂商 跟光地业者 以少报多 原本可能这个 可能一百万 我给你包了两百万 以少报多的方式 符报款项 从台盐绿能里面 搬钱到这些公司里面去 获利到上千万元 不得 你知道这件事情 多么夸张 那再来 透过一些人事的安排 我就陈景玉 我安排一些人事 把安插到你们这些 工程公司里面 然后再透过违约的方式 违约方式 是不是可以得到违约金 那违约金从哪 都从台盐绿能公司来 所以下面的这些承包公司 都拿到了违约金 那等于不是把钱 从台盐公司 转到了下方的 下游厂商去了吗 然后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现在台盐绿能 其实在多个案场里面 把这个土地开发案 用高于市价的行情 标给这些下游厂商 有点一亿 那五亿的时候 其实这部分 已经涉及一些 土地的一些情况 那后来这个土地情况之后 到了新的厂商 接手发现之后 不对啊 为什么签了这么大一个约 我想要解约 但是不能解约 你解约就要赔钱 你知道吗 所以赔钱之后 等于又可以再赚一手 所以就变成说 你现在新团队也 挚爱难行 前进不得 前进后退都不得 就变成说再怎么赚 都是钱进到他们自己 下游厂商的口袋 超狠的 扒两层皮 然后下游厂商的 这个进来标的里面 全部是陈启玉 他安插自己的人 所以为什么台延 最近都在亏钱 你知道吗 台延绿能 他的资本额只有3.7亿而已 可是光是去年 已经亏了2.5亿 那今年第一季 就亏了5000万 其实已经快亏 亏掉股本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说 台延绿能 在承出所有 承揽这些 这个光电的工程之后 其实感觉上 就是左手进的前进 右手出 所以他在发包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 尝了太多 太多见不得光的交易 好了 但是陈启玉 他倒也敢做 就这么样的 完全无视于法律 是没见户啊吗 最后他怎么翻车的 我知道 他就是太敢了 一路坐下 坐好几年 看起来都没事 结果没想到 现在居然翻车 为什么 这个台延 承揽台泥旗下的 加签率 14亿的工程款 那他爆了之后 他原本 他提出三个方案 第一个 原本台延绿能 自己董事会审核的是 A方案 结果呢 因为我是子公司 我承包到母公司 董事会的时候 我就提出B方案 那我跟台泥签约的时候 我再改成C方案 等于一个 一份签约有三种合约 他偷天换日 怎么可以这样 结果 C方案是怎么样 上权辱国 完全不平等条约 到什么程度 当然了 第一个 C方案的最后签约版本 当然了 这是对台律不利 那当然就 公期大幅缩短 公期约本 可能是要多个180天 结果会给你缩短180天 那缩短的180天 那你是不是要赔违约金 就变这样的情况 再来地方居民 我们知道 做绿电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地方居民的 敦亲牧邻费 或公关费等等的 原本是说 我们台律 先负责代电 再向台泥申请 结果后来 C方案出来之后 变成说台律 直接负责这笔费用 最后呢 大家最翻测的 因为这件事最夸张 违约金的部分 就是让陈企域 直接翻测的地方 原本违约金的承包 承包的总价是50% 原本14亿 如果要赔违约金的话 可能赔给7亿 结果承包了总价价的10倍 变成140亿 这么大一笔金额 难道减掉不差吗 我找你来当董事长 是要你来帮 守住这间庙 好好的赚香油钱的 就你反而掏空这间庙 以莫此为甚 难怪 有这种董事长 你怎么期待他发电 难怪我们经济部长 郭志辉 找电找到七窍深烟 找到菲律宾去 你最后就来看到 光电的弊案 何止如此啊 是啊 光电的弊案 大家过去谈了很多 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完 而且现在问题是 政府还在找台南的地 希望能够盖绿电 那现在看到哪里 看到台南的北门这边 北门这边有33公顷的 这些废弃的盐年上面 希望能够新建光电厂 那这个案子简称叫做泰来岸 可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呢 其实才还有206年历史的盐田 甚至啊 它已经算荒废多时了 可是现在已经化为湿地 化为湿地就有什么 就有候鸟会来清洗地 所以这边有200多种的候鸟 都会来台南这个 北门这边来做清洗 生态非常多 甚至全世界仅有4万到5万多只的 这个黑腹燕鸥 也都会来台南北门这边来做清洗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生态保地 那你现在盖光电厂 不等于要破坏 现在的生态地方 那对当地人来说 其实这个盐田 这个湿地其实也有调节的一个 滞红的一个效果 我们知道最近的南部有时候 遇到台风的时候 难免会有淹水情况 那他们也担心说 如果这个盐田这个湿地 插满了光电板之后 会不会这滞红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现在包括云嘉南 滨海国家的风管处的这个处长 他是坚决反对新建光电厂 坚决反对在这一块新建光电厂 因为第一个会破坏生态 再来可能会造成当地淹水的情况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处长登高一呼 发难的背后 我们赫然发现 哇原来标厂来开发这一些 整合这些土地的所谓的开发商 背后是更大范围 更加强版的超市空壳公司的那种联想吗 因为最有鬼的就是在这个案子的背后 到底负责人的背景是怎么样 到底是谁 对这个泰来案 其实他新建费用达到了16亿 但是他两位的厂商的负责人 名下有四十几亿公司 但是这四十几亿公司 从北到南 基本上他都有人头公司在 你知道吗 四十几亿 然后你去他的地址都是民宅 然后你打他电话 其实很多都打不通 也没有人接 那就是说 这个负责人的公司 怎么变得这么奇怪 你知道吗 这个是超市吗 这个让人家就觉得 就是超市翻版 显然就是超市的翻版 甚至还有些住宅 有些公司的地址 是登记在民宅当中 有的是在新竹的住宅区 甚至还有在桃园平镇的 老宅公寓里面 你怎么看都不觉得那个像是个能源公司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案子奇怪了 是在负责人名下 这些登记的公司 这么奇怪 那难道真的要给他做吗 会不会有其他的弊案产生 好 任俊 你怎么来看 前线绿电供电吃紧 在后面陈启玉紧吃啊 事实上这个新闻一爆发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非常好奇 为什么要种电的这些事情 跟台延有关系啊 你台延本身搞自己的产业 已经就已经有很多东西要做了 居然为了配合政府政策 有国营事业必须要花钱 然后有拿来负责 去帮人家种电 这个老实讲 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且你再回来看 台延本身 他自己对于这个绿能东西 他根本不懂 他自己要跑去成立一个绿能公司 可是又不是他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经理人里面 他们所擅长的项目 所以就让陈启玉 现在看起来有一个空间 干嘛你知道 因为我自己不会做 我干脆发包给其他的公司做 我发包给其他的公司 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要把自己的人 安插到这个公司里面去 所以你光看 就是说政府现在要推 这个所谓的绿能 其实老实讲我也赞成 但是你为了配合政策 拿国营企业这些东西 或者是这种公营企业 老实讲 这些公司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也是我们一般民众的纳税钱 所以我就问你了 今天台烟绿能上面是台烟 台烟上面是经济部 经济上面是行政院 会不会是根本是上下交香 则一条龙 最上面的大人 如果没有开绿灯 陈启玉这么敢 他那么嚣张 那我们就回来问另外 最根本的问题 陈启玉为什么在当时 可以当台烟的董事长 他不也是从上面交办下来的 给了他这个位置 虽然后面因为这个出了一些事情 他说他要退出这个所谓的政党的运作 但问题就回来了 既然是所谓的政府的政策 而且现在看起来 他是为了要配合政策 所以才去做这个重店的事情 那请问 这个政策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经济部不用负责任吗 网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政院 他不用负责任吗 你们都不知道说我往下推行 难道你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店就种出来 所以我就拿出来做绩效 所以这里面当然要往上测查 是不是有其他的人也知道 就是说事实上他用这种转包的方式 不然你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 更可恨的是 绩效还交不出来 2020全国第一座的一个大型的 鱼电共生的发电案场 跟现在还在卡关 就你陈启玉啊 而且你现在看起来 包含台南或嘉义县这个地方 他们有所谓的重店的部分 现在都有被怀疑说 是不是跟这些案子有相关 那就不只这样而已哦 而且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当时为了搞这种鱼电共生的时候 我们把很多的鱼场 或者是原先的 这个所谓的可耕地的部分 上面都涨满了一个 所谓的光电那个光电板 那你这些东西涨起来的时候 对当地其实很多渔民 或者是对很多这个务农者来讲 他们也认为 其实是对生态是有这种冲击的 所以你为了达成 这个所谓的政策目标 现在看起来是叫做不择手段 那你既然上面不择手段 对下面的人来讲 我当然也不择手段啊 反正我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就可以了嘛 检调侦办绿能弊案 这一下真的抓到大条的 寄生在国营事业的最大只老鼠 还是局系人马 前台颜绿能董事长陈启玉 他目前遭到了生压中 无鬼搬运掏空台颜绿能 短短两年 和绿能公司亏损了2.5亿 怎么这么敢 今天伟害 带我们来破解他的手法 好 最后报警的观众朋友 在讲这个相关的光电弊案当中 这一题我觉得是最烧脑的 差点快要看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乱成一团啊 我先跟大家讲进度 今天10月23号 现在进度是什么 就是前台颜的董事长陈启玉 跟他下面的总经理 易干人等通通呢 都被调查了以后 目前有5个人 被深压进建中 我们录影 现在下午40多时间 还在深压进建中 会不会被收压 我们去看最后的结果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陈启玉早就已经没有 在当台颜董事长了 2021年 居然哥 现在是2024 隔这么久才办 三年已经就叫苏文昌院长 堵掉啊 可是堵掉以后 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那爸爸上的一团乱仗 今天终于因为剪掉的启动 全部都露出来了 先跟大家讲 台颜 还有一个台颜子公司 叫做台颜绿能 台颜绿能 那你就应该去做一些 其他东西 对不对 绿能是什么 光电 台颜就是台颜 所以台颜国云企业 它下面的子公司 台颜绿能 要投资光电 这样很清楚了吧 要绿能嘛 那台颜绿能 你就好好做光电啊 蔡英文前总统说 我们要发展光电 2025要非核家园 跟我们昨天那一体 正好扣住 所以你就要火力发电 所以火力发电 大家觉得用非核发电不要 那我们就20%的绿电 所以呢 它是我们国家的政策 但是呢 也是商机 所以台颜才会有台颜绿能嘛 不是台颜的 做台颜的工作 弄水或弄盐巴就好了 为什么要绿能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光电的投资 那问题来了 在这个陈启玉 当台颜的董事长的期间 整个台颜的亏损 居然两年亏到2.5亿 他是 我找你来是要赚钱的 你来亏2.5亿 那现在他们被生压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要谨慎来讲 因为中华民国无罪推替 可是看起来的猫腻在哪里 很简单 就是一个无鬼搬运 把国营企业台颜 跟他子公司台颜绿能的钱 通通给搬走 发生什么事呢 陈启玉跟他下面的总经理 还有很多的子公司的干部们 他们要发展光电 对不对 因为台颜的这个绿能 要发展光电 那光电我就要投资开发 我跟鸿辉国际 还有赵阳开发 签约我们要发展光电 可是呢 光是签约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 你的签约里面 福报工程款 福报工程款 你把这些工程款呢 给了这些下游厂商之后 他的儿子在这个下游厂商里面工作 这个就做第一个 我给你签我把钱签过去 第二个 我签过去以后呢 居然工程不顺利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些违约条款 赔偿金 台颜把钱 台颜绿能 台颜绿能把钱赔给这些 红辉国际跟赵阳开发钱 来到你的人呢 你就没做事 而且你就是违约赔偿金赔过去 所以呢 台颜的钱就被搬到了下游的厂商 而下游厂商呢 通通都是你安插的人 害不打击 为什么下游厂商里面有查到不当的金流 这些工资 还把钱回给陈启玉 这可变些 对 也就是说 你今天开了小门 无鬼搬运 掏空台颜跟台颜绿能 最后 一千万进到你的口袋 所以简单跟大家讲 台颜是我们的国际企业 我现在下面指公司 台颜绿能 我应该做光电 而且做光电 不但台湾有电之外 他也要能赚钱 不知投资什么 对不对 但在过程当中 不但没赚钱 我第一个讲亏钱 第二个 你在过程当中 你签的这些工程款 都是福报的 乱报 第三个 还因为工程上面的契约 常常出现了违约之后 我还要赔钱给他们 但是没做好 电话没发出来 然后钱亏了一大堆 这就是陈启玉 跟整个团队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2021年 三年前的时候 就被孙昌院长也换掉了 可是一整串事情都没调查 经过三年后 现在检掉才来查 所以这个过程 现在露出来 第二个 第二个 什么叫做不平等条约 这叫无鬼搬运 什么叫不平等条约 我今天是国营企业的 这个辖辖子公司 我子公司 跟我下面的 这些开发厂商 在签约的时候 居然签很多 莫名其妙的约 比如说呢 他在这个台南 七股的土地开发案 你所有的约 都是高于市价的 高于市价 把这个开发案 给赵阳开发 刚这边有赵阳开发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他下面的 他的子公司 有点复杂 对不对 伪成工程 让他 好 那没关系 你就是特定 然后再加到这个 赵阳开发 叫到他的子公司 可是你今天弄光电 你总要弄出 有没有 很多光电板来 那你要去租农地 或者是鱼电共生 这样大家清楚 对不对 我租农地以后就是 导播现在看这个画面 以后要变这样 才能发电 那如果有碳能板以后 他骑了电以后 他怎么样送给台电 以后让我们用 他需要溃线 我现在在这里 放一个微波炉 这周边都没有插头 他都不能用 所以我骑了电以后 我要透过溃线 我电才能够去 你是签约的这些地 这些农地 通通都没有溃线 你们要来做太阳能板 所以你一定要先 跟台电拉溃线 以后才能做成太阳能板 对不对 好那问题是 这个是怎么说发现的 是整个陈群毅 已经被换掉 没有当董事长以后 新的团队去接手发现说 你们签约 七谷那边一大堆的农地 说要做太阳能板 农地里面根本没有接溃线 我就算把太阳能板 架上去以后 我电也没有办法接出去 所以居然没溃线 那没空见到我要给你解约 你这个照样开发 跟下面的委层工程 不行 因为当初签约的时候 就是不平等条约 还不能解约 所以赚了两手 有听懂了 高于市价 发包出去 承包的都是自己人 你电话没法出来 好第二手是 当接手的 接手他的人 发现不行啊 我要解约 违约军拿来 再赚一手 好违约军拿来 讲到违约军以后 又一个让大家吓一跳 我看了以后 我也是觉得 怎么有这种事情 来 当时的这个 台延绿能 还跟台泥加签绿能 也签了一个约 14亿的工程款 那14亿的工程款 签约的时候 这个相对复杂 给我简单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今天 我跟俊庄哥签约 然后我们后来 我们约定要做的工程 没做到以后 都会有个违约金 那原本的违约金是多少 是总工程的50% 所以14亿的工程 50% 7亿 对应该是7亿 7亿 算出来 但是没有 居然把这个违约的法则 主动提高 以后我要赔你10倍 本来是工程款 14亿的 一半7亿 但我把它提高成10倍的话 那一旦违约会怎么样 140亿 台延要赔140倍 哪有这种事情 就是对我公司来讲 完全没有利益欲 也签下去了 所以这边叫五轨搬运 有很多的服务报 跟违约工程款 然后呢 这边居然是 地上没有亏限 无法解约 而且连违约的条件 都对台延非常不利 怎么会这样 所以从头到尾就觉得说 台延怎么搞出 这么一连串的事情出来 那我问你 台延运能上面是台延 台延上面是经济 不经济上面是行政院 这一条龙层层管制下来 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是个人主观看法 这一阵整阵都重根烂掉 才会这样 从董事长到下面全部 连在办公室上班 找来很多的亲友 都先前出来的新闻 有没有 都在睡 台延的这些 这个包含董事会没有专业 然后员工呢 很多的亲友来这边上班 上班也没有在做事情 其实好像也不懂 相关光电也不懂 然后在睡觉都被拍起来 所以台延才会出这么多问题 那我今天讲这些 我其实看了很久以后发现说 还有很多其实我不了解 那黄工商他有一个 台湾公益接壁机 吹哨者保护协会 他有接到人家跟他检举 所以去年他就讲过这个事情了 去年就讲 这怎么现在才在办 问题是 这三年前就被拔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办 所以其实这个司法检刀 原来那么多案子 包含你看像郑文燦 那也都是好几年的事情 现在终于先开来 那这两天呢 又有媒体包吼说 是不是台延的高层 把资料交给黄工商 黄工商也生气了 这两天开机会有讲说 不要再乱讲 他是之前就有接获 很多的这些爆料 那观众朋友 从陈其玉当董事长 2021下来以后 换谁接呢 就换这个吴荣辉 吴荣辉 2021年接嘛 他本来是什么 内政部次长 这我又觉得怪了 那也跟光电没有关系 对 你今天就完全都不是 都不是董事会里面的 都不是专才 你交给他被执意 你没有专业 再来呢 换吴博新 那这一位呢 也是被民众党之前的立委 部门局委 陈晚会去质疑说 等一下 你是不是之前 另外有个案子 立洋能源 下面的包商 你虽然懂光电 但这个叫阴系人 所以你要不是用清油 要不然就用没有专业的人 然后一直换一直换 换过一个陈其玉 再到吴荣辉 再到吴博新 现在呢 因为后来他又离开了 叫林申惠 那现在也被人家质疑说 你根本就没有绿能专业 我们讲了这么多 台元是国营企业 但是呢 他要投资光电 花了很多钱 可是呢 却做了很多 违反大家尝试的这些 合约跟工程内容 所以难怪 台元绿能投资光电 目前看起来 没有什么成绩 只管派系 只管利益 不问专业 难怪悶声发大 才会出这么大的包 宇轩就来告诉我们 这一次呢 陈启玉 现在遭到生压 境界准备要来 最后拍板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问 是不是赖总统 对局系开刀了 过去他们不是 姐弟秦申 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 对陈启玉出手 因为刚才武汉哥 跟我们介绍非常多 整个台元绿能 如何被掏空 如何沦为 派系之间的竞篮 但你不禁好奇说 到底陈启玉 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我刚才会平心而论 他最早最早最早出生 你知道他什么派系吗 是什么派系 新刁流 那就是跟赖总统啊 但是呢 我们讲赖总统 你要讲到这个事情 有一种人他最恨 就是贝贯 叛徒背叛的人 他后来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那时候陈水扁当道 所以他其实有跑到 陈水扁那边去 待过一阵子 不过后来的 辗转之后 被谁给收了 当然就是我们的花妈 你不要开玩笑 花妈到目前为止 包括你讲的司法 包括监察院 甚至整个赖清德 内阁的影子里面 有没有他的人 包括许明春 这些中东的人 其实还是非常多 所以代表赖清德 还是相当的敬重花妈 但这个事情 大家不先要问 不对 你说敬重 那赖清德怎么会去扮他的人 那肯定是对花妈开刀 肯定是对花妈有意见 因为前一阵子还记不记得 突然间踢爆说 高雄有千平的违法农舍 那个违法农舍谁的 陈启玉的嘛 所以他那个时候才暗然下台 他那个时候踢爆之后 整个人才欧油掉的 因为那个问题出非常大 他自己也有出来道歉 就是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个 因为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讨论 这种违法农舍 这种烂盖 占用国有地的问题 非常严重 结果陈启玉你等于是自己赏了名相 两脸八掌嘛 非常严重嘛 所以后来大家现在就想说 会不会这个时间点 深压可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代表说真的要动大动干戈咯 很有可能真的压进去 那我平心而论 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 请问一下赖清德的子弟兵 有一个叫林怡景的 有没有出事情 有啊 ATM是不是都给你露出来了 提款卡助理费都给你露出来了 都办 郑文燦是不是也是新潮流的 大阿葛造都出事情 所以在我的解读来看 你与其说是要对着花妈而来 他反而像是 我不管你今天什么派系 就算你是皇亲国戚 司法检调 所有的检调人员都已经撒红了眼 关于背后天皇老子 我们照样杀无声 那么有一句话就是不看佛面 不看身面要看佛面 他的后面是花妈 花妈以前跟赖总统是姐弟互称 对你说一个重点 你说以前嘛 现在刚刚是姐弟互称 有这些事情最重要 各位什么事情 其实王鸿威把他点破了嘛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南市长任内 花妈都讨论我兄弟 要去跟他照顾 对不对 三天两头一出事情 什么台风就往那边钻 往那边跑 结果到了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赖金德有跟他报告 说菊姐 为什么 我要挑战我们 副总统 我要跟他挑战嘛 收听 你要收听 你要收听 结果我说最后面花妈说什么 我支持蔡英文总统 哎呀 真心多厉害 当然那个局面上来讲 花妈本来就是汤坑 你不能期待说汤坑会特别停哪一边 但是最后面花妈显然这个汤坑 也是十分厉害的 把蔡总统停下来 所以龙界仙的看法是认为说 哎呀这个针对性很严重 这个针对性呢 就是要对准花妈而来 但我平心而论喔 今天花妈我们讲的 毕竟内阁里面有没有她的人选 其实还是有 这个顶多就是不留情面 你要这样比较精准嘛 就是说没留情面给她嘛 不留任何情面给她嘛 所以你想想看喔 当时郑文燦出事情的时候 我跟你讲 花妈那时候就有警觉了 问她郑文燦 是不是民进党的内斗 有人为了要内斗郑文燦 所以才去办她 花妈说什么 我不评论 你想想看那时候 花妈心情是什么 如果今天人郑文燦都会动 那我底下的这些徒子徒孙 会不会接下来也成为 爱心得的刀下亡魂 我想到的不是只有徒子徒孙 火会不会收到花妈脚鞭 对 她心里想着说 她心里面一定有这个算盘嘛 所以脸色才会这么铁青嘛 那你想想看 当时我们刚才聊到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内阁在入阁 但我跟我讲 苏贞昌有没有也被列为 我们讲的这种总统府的高官 有嘛 这不是什么资政 不然就什么顾问的嘛 对不对 但我就请问一下 你觉得苏贞昌就会安全吗 就会safe吗 你今天把人引进到里面 有时候那个叫四个字 叫就近看管 不代表说你只要用他的人 你就安然无事 如今全台湾没有一个人 就算林俊县可能也不敢说 自己绝对是safe 因为只要你有披露 很有可能检掉就会找上门 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民调 到底赖总统做对了什么 年轻人知识度回来了 当然啊 因为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民进党也打 自己人也打 派系也打 国民党也打 民众党也打 所以赖信德唯一没有打的是谁 就没有打人民啊 对不对 又没有像以前说 如果说查水表或利用检调做什么事情 所以对于现在的民众而言 他看到的一个气象是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跳脱栏 为什么年轻人知识度满一度可以拉到四十九 甚至四十五 也卸一下 直接上远十一月旌旗 理由很简单 就我讲了一个字 如果连菊姐的人我也敢动 我自己人我也敢动 民众党我也敢动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 扫黑树瘫 你就是站在我们这边 书惠你怎么来看 花妈的人马 菊姐的人马 陈启玉这一次被司法大刀直接挥过去 花妈的人马有什么了不起 陈启玉有什么了不起 蔡英文的人马 郑文燦都已经被开过去 撵过去了 我觉得我之前就曾经开玩笑说 国民党要留一点点时间给赖清德去执政 因为赖清德需要时间内斗 民进党的内斗还没有开始 正要开始 应赖的内斗 从这个过去2020年就一直延续下来 过去四年赖清德是折服没有错 在他旁边忍气吞声 什么国安的会议都不准他参加 让他在后宫里面当个小媳妇一样 那现在你说赖清德 既然他当选以后他要做什么 第一时间当然是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有恩报恩比较简单 潘孟安 我就让你乖乖高高坐 有仇报仇 那就开始用司法的手段 为什么 一渐二架 第一个让民众觉得说 我在树摊 我连自己人 连民进党都办 以后不要再说法院是绿的开的了 第二个是 借着树摊为名查杜虫 谁的杜虫 蔡英文的杜虫 陈菊的杜虫 你看你们这些人养了这么多杜虫 我赖清德赖清 恶心他们 然后又垫高自己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他才刚执政 我告诉大家 司法里面的势力 阴系的势力 盘根错绝 而且还现在还扎扎实实的在 不管是检调或司法 大家知道司法人员都有保障 任期保障 终身保障 值等保障 做到70岁 一旦蔡英文把你 升职在他任内8年 他生了多少 他自己的人 多少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 不管是法院也好 不管是检查系统也好 调查系统也好 OK 当然赖清德 已经有一些人 会看着赖清德执政 就倒过赖清德 墙头草 对 可是毕竟这个是慢慢的过程 慢慢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怎么一下子办阴系的 一下子办局系 一下子又办赖系的 以为说是 这个检查系统 杀红了眼 不是杀红了眼 是上面的神仙杀红了眼 是赖蔡杀红了眼 或是赖蔡的代理人杀红了眼 可是赖清德 我认为他就是不会去动 蔡英文跟陈菊这些大头 因为动了以后 他们民进党自己 都会反过来去怪赖清德 毕竟蔡英文的民间声望 还是比赖清德高 但是我不动你 我动你的狗 我动你的马 动你的腿 你能怎样 所以让他们变成无稽之谈 让蔡英文跟陈菊 曾经跟着他们的人 一个一个中箭落马 还没有中箭落马的人 就赶快闻风而逃 赶快来效忠 好 委员 我们今天讨论的 主命题来看这个案子 台延绿能 陈启运 无鬼搬运 怎么这么敢吃相 这么难看 这个案子 经过媒体曝露 以及有关于台延的问题 经过很多的内部人 吹哨者的投诉 搞了几年了 他不是昨天刚发生 也不是前天刚发生 三年前 对啊 其实三年前你还讲了 更早就有人在通风报信 可是民进党就是不动 现在赖兴德 我同意刚才 这个鼠卫讲的 要给他点时间 其实不是内斗 好听一点 叫什么 扫黑树摊 继续的 有争夺我这个权力的机会 然后就把他砍掉 你这个英系的 有威胁到我权位 也把他砍掉 可是我们也希望赖兴德 你要拿自己的人开刀 你那个台南议长会选案 你装作没事 会选的状况已经是 扶上台面清清楚楚了 你怎么说 你说比这样子 不是什么 随便你解释 我讲你只要动了自己的人 你今天去动别人的话 才有公信力 要不然局系会讲 你们那个什么利率怎么不办 然后英系会讲 你们那个利率怎么不办 何况后面还有 庞大的光电利益 都发生在台南 发生在赖兴德的本命区 所以你要做一个树摊 你要做一个 你要有具体的证据 你就要办 不要说到时候说 陈启玉这个证据这么明显 然后郑文燦证据这么明显 那结果你就故意把 台南议长会选案 一样证据很那么清楚了 你说在哪儿 在哪儿 没看到 这样装模作样反而不好 换句话说 会让他觉得说 一定是未来的民进党的天下 只有内戏怎么样 才能够撑出场面 其他人怎么样 要乖乖的听话 那到时候每个人都在装一个 看我的眼神 就知道我是赖兴的 对不对 确认过眼神 那伟翰 从政治的角度解读 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赖兴德 他的做法 因为他都没有表态 就是说 去指挥要办谁 不办谁 那刚刚这个 郑文哥所讲的 林一锦是一个 他目前看起来 可以拿出来讲的 林一锦我也处理 而且不是我处理 就是 那是助理会 对 就是说 检掉如果查到谁 就去查谁 他也不好 就讲说 因为以前蔡总统都不办 或者是知道都不动 他好跟蔡英文前头 这样讲也不好 所以他现在就是 告诉这个郑明谦 法务部长 你就放手去做 所以什么人 我们不得不为 他那时候只有讲过 不得不然 就是郑文燦之后 那郑文燦 办完之后 其他所有案子 你现在看起来这么多 他就没有在任何的 跟大家谈这个事情 那大家慢慢会 行述一个状况 为什么刚刚你再问雨萱 年轻人制度 为什么会提高 年轻人根本不懂 这些政策是谁 为什么是局纪 他搞不清楚 大家看到说 很多有的是六年的 三年的 对 只要是有违法的 过去不动 也不管是谁的问题 谁包庇谁 什么谁的人 但是就是表示 谁做了不对的事情 在现在赖清德 当总统 总统之下说 都会被查 都要被办 那这种状况之下 对这个赖清德政府 跟他总统的身份来讲 是会有提升的 所以为什么 最近这两个民调 包含台湾民进 一定会跟TPBS 大家会发现说 民进党是往下掉的 左荣泰是往下掉的 就赖清德却是往上走的 对不对 赖清德在台湾民进 都还多了两% 那同一份民调 民进党是下跌四五% 然后左荣泰也下跌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速摊跟这个打炸 那现在主要是速摊 他其实是开了三个 速摊打炸跟扫黑 扫黑现在目前没看到 这个是赖清德总统 五月上周讲的 速摊打炸扫黑 那现在速摊连续五个月下来 确实到处开火 到处办案 那这个可能民众的看法 会觉得说 好 反正这些贪官问题 统统抓起来 他不会管说 这是城局的人马 这是阴系的人马 反正就是不管蓝绿白 谁犯案 谁就犯 好 今天我们看到了 陈锦玉引爆了背后的 台岩绿能光电大乱象 其实整个绿电进度 大落后大跳票 可不只有光电 更大的乱象是在封电 小英总统喊出的 封电国家队五年一场空 国产化最后法夹弯 前面配合政策 乖乖配合国产化发电的 电高了成本了 结果他们发出了 一度6.59块的风电 贵得要死 只有台电吞得下 一般企业可是不买单的 这烂摊子怎么办 全民买单最后只能这样 而绿能政策混乱之下 更大的一场风暴 已经山雨欲来 劳动部预言 净零转型 恐怕会造成高耗能产业的 大规模失业 估计有上万人会因此 丢掉饭碗 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净零转型 基本上也是希望能够跟上 这个所谓的国际上面 大家共同的要求 但问题是你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有一些产业受到的冲击 你政府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你看劳动部推估 我们光推这个净零转型里面 对于所谓的高耗能的产业 像电子业金属制品业跟批发业 这些都已经造成什么 你知道劳工的失业潮了 你知道吗 现在推估说这个电子业 明年很可能失业 10708人 而且甚至到2050年的时候 因为推动净零转型 很有可能累积起来的 这个所谓的失业人数 会达到4万多人左右 那当然你讲说这些人数 他当然是可以转到 其他这个行业别去 但问题是转行转业 有这么的容易吗 那我问你 也就是说 今天因为净零转型 所有相关的企业 你的用电 你的耗能 得付出更高的成本 会不会多出来成本 就压垮了英雄好汉 导致于老板收摊 导致于更多受雇者失业 那要怎么办 当然最大的问题 其实来自于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推动 所谓的碳费 那光一个像台电 台电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发电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现在现有的 这个火力发电 天然气这些 事实上跟碳排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出估台电 明年要缴15亿的碳费 中油要缴16亿的这个碳费 但问题是 你这个亦来亦去 这么多的这个钱 经济部已经说 不会给你补助 那现在问题来 我们也都知道说 台电跟中油 基本上把他的成本的部分 都是要求消费者要吸收 那你接下来是不是面临 我们又要再涨价的 这样一个风波呢 你看这都是贵公子 今天你电高成本 江本求利 最后涨的都是人民 全民来买单 可是这些民企业 零售业 基本金属 电子零组件 他们都要自负盈亏 所以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那所以大家现在就会发现到说 哇你台电这些 你们都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民间机构 你怎么去因应我们这种 所谓的碳牌的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现在环境部 已经公告碳费征收 那他现在征收的这个费率 他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当然是希望做推广 所以他有一些什么 奖励优惠的这个措施 那你知道吗 他现在费率是每盾 50块到300块左右 那预估是每两年要调整一次 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 会达到每公盾 差不多1200块到1800块左右 当然你会讲说 从300块到1800块 哇涨好多涨好多 对不对 但问题就回来了 像台电 我们还在那边讨论说 台电中有 可不可以给他补助 但民营企业有办法吗 你就全部通通都要自行吸收 好我们就看到 混乱的绿能政策 最后就是全民来买单 我们给大家看到 一个头已经洗下去的风电 风电已经在路上了 风电问题才大呢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推 所谓的离岸风电 如果你今天走这个 所谓的西滨或滨海 你会发现到 我们基本上在西部这个地方 都像画面上面这样 满满的插满的 这个所谓的大电风扇 但是我们因为在这个推广 这个所谓的离岸风电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一个情形 因为欧盟就讲说 你台湾要搞这个 你们还给我推什么 国产化的这件事情 欧盟提出抗议 所以我们现在又改了一个方式 你知道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 所谓的三支一 跟三支二期的部分 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 我们会有国际标什么的 但是三支三期我们预计就是要全面让他给国产化 但我们光来看离岸风电三支一期的这个现况 他原先现况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原先的这个所谓的原并网的这个年度 2027 2026 2027 2026 其实老实讲都快到了 但问题是呢 什么东西他可以维持住 你现在光台面上只有这个 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这个CIP他们的这个 预计在2027年的时候 是可以并网来进行这个使用 其他的全部都恐怕会展延 甚至还有什么你知道 前期工程也没做的 还有呢 连到底要不要做什么 都还未明朗的这个状态啊 这就是因为配合政府的国产政策 我们国产从零到有 你要从不会走 你要让他学爬学走 你要时间 要时间就得等 等下去你这些原本应该要发电并网的 通通要跳票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时从零到有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大量的有人可以进来嘛 所以台电在第一次的时候呢 他用什么你知道 他用短购电价 短购电价那个时候 原先他们希望2点多块的时候 就担心厂商不进来 所以到最后我们短购电价是大概5块8左右 但问题是第二次的时候 他改成什么 你知道改成竞标 那一竞标下来之后 你知道吗 得标厂商开注的价钱 居然是2块多 那你想想看 我第一期跟人家买的时候是5块多 到后面变成2块多 一叉叉快3块钱 那我赔钱 赔钱生意谁要做 不只是赔钱 我告诉你 这赔20年 因为第一期的合约是签20年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这样子再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如果未来在国产化的时候 我们很有可能购入风电成本 会每一度增加 达到大概将近6块59左右 所以一步一步去 墊高了发电的成本 难怪这么贵的风电 根本没有人要买 最后只有唯一的买家 会不会只剩台电而已 那问题又来了 你知道吗 你刚刚讲说 如果我有电 没有人要买 但问题是 你很有可能连电都弄不出来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地方 他们也都在做 这个所谓的风电的设施 国际上出现什么你知道 抢原料 抢设备跟抢传奇 那你搭在抢的过程当中 等到你要做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那些东西都拿不到 所以你今天真的没有 拿不到的时候 我即使 我今天厂商愿意说 我花钱跟你买电 我连电都买不出来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现在在整体的 这个风场部分 不是希望在33期的时候 改为这个所谓的 全国产化吗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风机系统的专利 其实在外商 台商你要说 我要完完全全 做到百分之百国产 目前只有什么 你知道只有零组件的 这个生产 跟这个所谓的组装 可以在我们台湾这边做 那至于说 这个水下基础的 刚购的部分 因为台湾的厂商 也没有水下焊接的 这个经验 所以对于融资银行来讲 融资银行要看的是 你的施工能力 你做得出来 这个东西才有得谈 他都不看好的 这个状态之下 你就很麻烦了 你知道吗 光连一个 我们要做这个 所谓黎安风电 在海上面操作 这个工业船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原先我们这种 海事工程的部分 都觉得说 那国内厂商 也可以做 但你知道吗 事实上的 这个真实的状况 反而变成是 外商的船来做 因为外商的船 他们很简单 反正我这些船 我已经都使用很久了 我其实新的船 我都做别的地方 你台湾这边 我们用旧的船 来跟你抢标 所以它的价格 压得非常低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 海事工程的部分 编列了将近 上千亿的预算 结果现在统计起来 国产的工作船 只有拿到30亿的 这种小饼而已 那大块的饼 全部都被拿走了 听到这边 钱钱钱都是钱 这么多的一个 发电成本 把成本一垫上去 刚提到了 一度这样国产化 配合政策下的风电 6.59块 应该是最贵的吧 这么贵的店谁买 卖不出去怎么办 怎么办 我到时候就被骂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 也说不行不行 我们要想尽办法 把这些店给卖出去 因为这些是国家政策 但前提是 要有电生产出来才可以 那现在政府就讲说 经济部规划 在11月的时候 要成立售电品牌 要找这个所谓的 绿电买家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股东 还包含了什么 你知道大家非常熟悉的 中钢 中华电信 港务公司 所以这些泛关股公司 你们也只好乖乖接受摸头 都一起来善后 我觉得讲一个更悲伤的事情 是泛关股公司 他们的钱从哪里拿 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 所以你也要接受 你知道吗 我们全部都要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讲 如果你今天按照你先期规划来讲 你能够一步一步的 逐步到位 我觉得事实上 这些都还可以讨论 但你刚刚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是 我们每一个在这个 离岸封电的部分 全部都 几乎大多数都要载延的 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跟我讲 你成立的这个关股 泛关股公司 搞的这个受电平台 他真实能运作的状况的 那个状态之下 要等到合年合月啊 今天给大家看到 休腾腾的一份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出来的最新民调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的好感度来到44.5% 什么概念啊 比两年前增加了20% 相当于增加了386万人 但我现在来告诉我们 现在居然传出背后 藏着绿营 裂解蓝营的棉李珍 好 居然刚刚的报警观众朋友 今天来讲韩国瑜 苦民所苦 韩国瑜 韩国瑜 他现在目前是怎么样 蓝营当中 民调 正次温度 还有所有的好感度 都第一名的 那为什么从10月5号的时候 国庆晚会的时候 薄杰机长唱国科 二姐江会 都是韩国瑜 那正好是个对照组 因为当蓝营的选民在看 民进党的总统赖清德 你怎么没有唱国歌 你怎么要讲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 互不离属的时候 刚好投射的对象 不是朱立伦 也不是马英九 变成韩国瑜 导播这个画面 记得特别好 国庆大会当中 跟赖清德总统对位的是谁 就是韩国瑜 所以俊杰哥 简单讲 韩国瑜就是目前蓝营的人气王 这个是台湾民意经营的民调 他所做出的是他特有的 叫做这个政治人物的温度感 50度呢叫没感觉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呢51度就是喜欢他 50度以下49度就讨厌 好那观众朋友 韩国瑜这样一路走来 2018选当高雄市长 2020选总统输给蔡英文总统之后 6月还被罢免 所以他找那个韩国瑜 2019准备选总统前的那个时候 算是他人生仇恨值最高的时候 因为他高雄市长现任 然后选总统之后 后来确实大输 所以当时是38.17度低于50吧 低很多 现在多少 现在高于50 而且呢高到55.26 来回一讲 刚刚俊阳哥说的 你拿他最低的点 去比现在目前的人生高光时刻 386万的差距 有没有 所以就弄出来了 那小心讲的没有错 就是现在目前韩国瑜 有时候在开玩笑 蓝绿这个在立法院吵 也是好像在吵的时候 突然跑出来讲说 怎么样男人不能生孩子吗 我都已经对不对 很多人在吵 那我当立法院院长 我连头发都少了 像这样子的幽默 再加上 不要开玩笑 观众朋友 韩国瑜在三十几年前 他先做的就是立法委员 对 对不对 他当时就当立法委员 跟柯建民还是同学 所以柯建民既然有多赠 韩国瑜就有多赠 所以他了解立法院 他也找了这个中安来 当他的这个秘书长 所以当80%的转一个20% 他就带来了韩国瑜 现在目前的一个声量 那所以当韩国瑜 现在目前的温度 到了52.26% 是跟他人生最低的 38.17度比 所以这叫一则以喜 一则以优 优在哪里 优在哪里 当你拿他最低的点 就跟他最高点的比的时候 那他还能不能更高 这是人生的最高 还在以后会冲破到80% 第二个 因为来营当中 现在目前一直被提韩国瑜 那来营现在目前并没有执政 2028 你说2026不可能 他是这个立法院院长 立院组织法也修过了 他不可能去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 所以来营民众每天看新闻 每天看这个 我们报新闻在讲韩国瑜 确实他的民调跟温度 都起来了以后 会不会期待他出来选 就期待他选2028 对啦 就是这样啦 是 来营的这个 就会期待韩国瑜选2028 那韩国瑜一期待选2028 说第一个他要不要选 第二个如果他要选的话 那卢秀燕怎么办 不是说卢秀燕就一定要 韩国瑜就一定要 而是就会出现竞争的对手 对 党内一竞争 跟民进党大概基本上会不一样 因为民进党现在看起来 就是赖清德总统 他要选2028 陈其蔓也看来不会挑战他 那蓝颖现在看起来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 鲁鱼之争的话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当大家把这个 整个的希望都投在 韩国瑜身上的时候 他的民调高 但是要拱他出来选总统 那你想想看 现在讲专业度80 跟优务度20 这是他当立法院院长 他当这个高雄市长的时候 其实记者朋友会去挑 你到底几点到市政府 但是立法院院长 没有这个问题 会去挑 你到底有没有去吃饭 有没有喝酒 立法院院长 你看点水楼 还是他还出来 瞧公道不 吃饭是他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他去黑他 你根本黑不动 以前你不能去吃饭 你不能这边 这边对不对 跟大家在这边瞧 但是现在就是要瞧 所以简单讲 韩国瑜刚好找到了一个 最适合他的个性 调和鼎耐的工作 所以他现在目前 来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好 你还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他的人格特质 其实 你如果真的是近距离去看他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 有知有味的地方 他在立院对基层 甚至接待外宾 反此种种 就都能够反映在 这一份民调里面 因为你要知道 韩国瑜他有他的特色 那我如果把那个高雄市 跟选总统 还有现在目前的 韩国瑜院长放在一起 观众朋友就有感了 因为韩国瑜院长 确实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蛮辛苦的 你看像黄杰 那时候议员每天听着他 对不对 可是他当了立法院院长以后 一开始从今年的2月 到现在10月 过去的8个月以来 战战兢兢 可是他所做的事情以后 让大家为之一亮 因为他在协调过程当中 常常自我解嘲 韩国瑜常常讲他的头发 三党不过半 我头发就掉得坏 或者是讲什么 他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 当蓝绿在炒的时候 这个画面 我们以前用过 当蓝绿在议场 炒了半天以后 然后大家在那边 开记者会的时候 突然院长不见了 院长跑去哪里 他各自党团开记者会 院长跑去看中心大楼的电梯 对 他还生气了 观众朋友 这不是这两天的画面 这是今年2月初 他刚当立法院长没多久 蓝绿各自在炒的 这个不可开交的时候 韩国瑜突然跑去 中心大楼看电梯 很简单 一个答案告诉你 因为有立法委员反映 中心大楼的电梯像大怒神 突然就是停得不好 就晃了一下 他就去看 好那问题来了 观众朋友 正好这两天 台北市的板桥殡仪馆馆 就出问题 新北板桥的那个 他的殡仪馆的电梯 对 电梯很重要 可是韩国瑜早就去看了 所以他关心一般院长 跟政治人物 不会关心的事情 第二个 立法院的工友 35个工友就两个 同时晋升为寄工 他们做了一辈子 谁关照过他们 原本就是想说用工友离开 你知道这些工友有多甘心吗 做几世人做30多年的工友 现在突然说我可以上寄工了 所以他一辈子会记得 是韩院长让我变成寄工嘛 其实他觉得说我被立法院肯定 这就是他一辈子的地方 所以这个莫忘事上古人多 也难怪 每一次只要有团到立法院去的时候 大家都各自来参观 连民进党的现在立法委员 高雄啊 台湾来到这边以后 相亲讲说韩国院长在哪里 对 看立场看到以后 大家也要过去跟他照相 可是自然就发现说 韩国院长怎么连绿营的选民 看起来都不讨厌他 都要跟他照相 对不对 好那这是韩院长 那问题就来了 现在因为韩国瑜院长 他就是立法院院长 身量也高 可是他以前在高雄跌倒过 那以维持这样的态势 我们先不要讲 刚刚我说的2028 就讲2026 2026韩国瑜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要拭目以待 当台南跟高雄 有这样的一个立法院院长 韩国瑜去浮选的时候 会不会对选情造成 一定程度的变化 拭目以待 好 同样的这一份民调 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提到是 韩国瑜 他在两年之内增加了386万人 对他感到好感 相较之下 来看到另外一位就是 朱镕泰院长 朱镕泰院长在这份民调 对他极度不满的人 增加了将近百万人 是安装的 你再看一句就不得了了 包含了绿营 自己的同志 包含状况外的阁员 都在用力地扯他后腿 立法院跟行政院 有一个最大差别 我们刚刚一直在谈论到 韩国瑜院长 因为立法院本身 他只负责调和顶纳 以及相关审理的工作 所以院长扫了一件事情 叫做执政包袱 但朱镕泰 他有没有执政包袱 我跟我讲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包袱重如山 但是毕竟 现在连预算都卡关 连朱镕泰到底做了什么 我就跟各位观众朋友 有一个好问题 现在520到现在 已经半年左右了吧 朱镕泰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印象 不知道 所以他不是没有包袱 他是整个人在包袱下面 被压垮了 什么事情都还没做 所以他的民调 当然也跟着直接电梯向下 你想想看 朱镕泰的满意度 现在到了45.3% 你说宇轩 看起来没有很差 但是强烈不满意 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 大幅度上升 上升了5% 也就是你看到 现在最右边这一项 这个叫做非常无万一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坦白讲很简单 你今天做好做坏 不管是蓝 不管是绿 至少有一半的人 会给你拍掌声 因为你有做事 但当你有一个警讯 也就是不分蓝绿 大家对你都不太满意的时候 代表你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 你只当一个斗鸡 不断的在内耗 不断的跟在野党 在互相攻坚 而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二号 立法委员的工作 本来就是监督 但当你把行政院长 当得像立法委员 一样的斗鸡的时候 不好意思 人民就给你打分输 这是关键 所以这一份民调的这个趋势 到底是在他转身变成 战狼斗鸡之后 所做的民调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会问了 他的点菜说 他的视线说 会不会跟加剧他杀更低呢 当然会 因为刚刚讲到 这个民调所做的时间点 还不包含这几天 这几天做工菜 讲说点菜嘛 然后开始在斗鸡嘛 说很多朋友画错重点啦 倒戈是不得已等等 倒戈真的是不得已吗 我们先看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谁 民进党aka老战狼 现在即将要过气一人 叫做谁 柯建民 柯建民就是在讲 国民党不敢倒戈 国民党不敢倒戈 探望国家 你不是说倒戈不是重点 但是你的总招 跟你感动的 哭哭你讲讲 来啊来倒戈啊 笑你不敢啊 什么叫做你不敢倒戈 就笑你不敢 好大你来倒戈 所以换言之 这是不是重点 当然是重点 否则你们干嘛 要再三强调划三变 荧光笔划三变 而且他说这是不得已啊 在野党当然说 你真的是脸皮很厚 你如果没有政治责任 要去承担这一句话 那你就不要讲啊 因为你今天是一个 行政院长知识 你所讲的每一个 自动兼观瞻 所有全台湾的产业界 包括警界 所有的各行各业 百公百业 都在看你的头面 你一个人掌管 所有的部会 结果你随随便便 讲一句话 说没有啦 不得已啦 不是重点 但柯建民 显然没有要放过这个契机 为什么 卓龙泰讲完 他后面加码补刀 跟你讲说贪婪国家 你们不让预算过 就是贪婪国家 甚至呢 我们讲了 徐晓星就直接呛了 说没有要倒戈 因为担心了什么 卓龙泰 现在下去之后 换上来 只会更差 不会更好 因为民进党 现在内阁的官员 他凸显出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 不在于说 人才的好或坏 而在于说 根本找不到人 随便乱塞 有这样的同志 还需要敌人吗 还没完 我们来看看 状况外的阁员 怎么又倒踹了 卓龙泰一腿 连陈世凯都塞进来了 交通部 他虽然不能说第一名 但他也是 油水多 之前三名 各个派系人马 各个人马 都想要抢 十大饼 所以赖心得 他才会干嘛 既然大家都想要抢 我干脆用我自己人 没话讲 对不对 省得不然我一下给菊姐你有意见 我一下给这个派系 永远会你有意见 我给郑国会你有意见 我自己人来 大家没意见 但是自己人来 有分好几个城市 你总要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当今天赖心得 塞到陈世凯这种咖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就四个字 无人可用 代表我一定要用我自己人 但我没有人可以用 我只好用一个陈世凯 结果你想想看 今天是连黄杰 黄杰我们讲白了 他叫什么 范赖戏 但是他上次台风天 赖心得去巡视 他没有到 打个分数扣分 黄杰说 请问高铁南沿段 陈世凯 你知不知道 这个黄杰是哪一位黄杰 他是连代理运母法 法条都看不懂的黄杰 电陈世凯 连他都电陈世凯 那陈世凯说 我不知道 就状态赶快跑到那边 打原厂说 没啦没啦不是啦 我跟你讲 之前政府交接的时候 就我们跟人讲说 要跟地方政府好好讨论这个方案 所以后来我们找了 高雄市政府讨论这个方案之后 发现说高雄 左营都有可能 所以才有可能会绕到市区 这个东西还在讨论啊 是跟陈其迈在讨论啊 但我平心而论各位 黄杰应不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搞不好黄杰知道 因为他跟陈其迈骂亲骂嘛 但陈世凯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应该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啊 没有没有他绝对不知道 他绝对不知道 我跟各位讲 你没有能力这是一回事 但你知道为什么陈世凯 之前选立委会落选吗 地方上大家都有传闻 是 就四个字啦 这人有够病毒的啦 你够他讨论也不讨论啦 鬼混 好不好 就只想要混个关 你这样跟你说 你要有评有据 来我们找一张照片给你看 这张照片什么意思啊 他有去视察过呢 对 你看 他说九月 他才去屏東车站 高铁延伸计划 后面这李箱啊大李 你如果是有讨论啊 那天哦 别省油 你就认真看一看 哦我就知道嘛 青菜微微也要说嘛 但是你看哦 手在那边比 结果我后来发现 只是为了拍这张照片 摆拍摆个pose 拍完之后就没事 回过头来 忘了一干二净 就这种咖 然后结果他还跟你讲 我觉得你真的 不要再讲这种话 他说我去视察 讲高铁说 我太太是列车掌啊 我高铁很熟啦 我多了解 今天我什么都不知道 连黄杰 带领运母都搞不懂的黄杰 都还比你清楚 拜托一下 这下我换一换了 来 淑慧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说 陈世凯这个火宝 坦白说 我觉得下一次立委 直接问陈世凯一个问题 比较简单 就是请问部长 你知道什么 我让你自由发挥好了 要不然他之前回答黄国昌 就是委员请指教 委员请指教 委员请指教 然后连徐晓芯送这个送分题 说电价会上涨多少 他的台铁也会上涨多少 高铁也会上涨 这个已经问过800多次了 在委员会问过800多次 他以为他会知道 结果他也不知道 晓芯说这个只是跟他暖场而已 他后面要问的都还没有问 晓芯说这个叫送分题 想说第一题不要给人家杀 要有勒吗 想说让他回答得出来第一题 回答得出来第一题再说 然后现在连他们民进党 一个我不能说草包 一个花朵般的立委 问他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也是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再问下去 不如直接问 请问一下陈部长 你知道什么 你来说比较快 我觉得这样很严重 熙慧 今天如果堂堂一个天下 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大部的交通部 部长 一而再再三 这种新闻 问不出来的新闻 打不出来的新闻 会行出人民会觉得 你是个笨蛋 那个情况要是 中进去脑袋里的话 那个部长位置你怎么做 不重要 他后面有赖清德就好了 就像以前的 不管是陈其仲也好 不管是陈时中也好 不管是吴英宁也好 再怎么烂都没关系 因为他背后有蔡英文 所以这些人都知道 做事不重要 脑袋也不重要 我背靠赖清德比较重要 刚刚前面在讲 韩国语的好感度 我跟大家讲 除了看韩国语的特质以外 你还要看他的对照组 一个是佐隆太 一个是赖清德 你要两个一起看 人民是很简单的 他会第一时间 觉得你赴人玩 你不你好 他其实是一个很直觉的反应 好了 刚刚徐晓鑫说20幽默80专业 我要稍微修改一下 我认为他是20幽默 30包容50专业 20幽默口出金句年轻人喜欢 庶民听得懂 30包容就是他面对民进党立委那一些 打骂叫嚣的作风 他永远心平气和 主持议事规则 这个委员麻烦好好说话 他永远都是这种口气 好所以这样子的30包容 连绿营的民众都讨厌不起来 然后他又有专业 比过去两任立法院长 要有义士的专业 大家知道游习库 连一天立委都没干过 就直接当立法院长 就像连一天老师都没有当过 就直接当教育部长的概念 是一样的 所以韩国瑜又比他们要专业 这一点连中间选民都可以接受 没什么话好说的啊 主持可圈可点 好了 那这个是他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民众喜欢他 再来讲对照主 赖清德是怎么样 一天到晚说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你看到我怎么不站起来 几千人 不对 不是三千人 是八千人 大家不会喜欢这种 一天到晚杀气腾腾的领导人 可是颠倒过来再转一个台 下一则新闻变成韩国瑜 风趣幽默温和 调和鼎耐 请问一下 如果你是一般民众 你会喜欢谁 所以我觉得 政治人物的满意度 有时候是个人 有时候你还要看对比 比较是最残忍的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